真的是從地獄到天堂 有一位無性男子 他去做肺結核篩檢 那麼醫生把X光片的黑影 他看到有黑影 診斷為肺癌的徵照 讓他心情很低落到極點 甚至遺囑都已經寫好了 結果在前天 他又鼓起勇氣去覆診 證實原來醫生在搞屋樓 為什麼呢 因為當天放射師 是一時疏忽 忘了要告訴他要換衣服 導致這個胸腔X光片的時候 他的其實照到了他的鈕扣 所以這個黑影其實是鈕扣 而並非是肺癌的徵照 讓他也覺得說 真的是從地獄到天堂 但也滿不滿說放射師怎麼會 這樣子一點都沒有訓練過呢